好 我們問一隻泡泡馬特 9992 是的 今天暫時沒有起跌 這個朋友就說 見許實體店真的有很多客人 前景怎麼看呢 沒錯 生意是不差的 看回去之前剛剛公佈的季度數據 其實都真的很厲害 之前我也有看開 我覺得是令到我有驚喜 但是始終本身做開這一類特別扭彈 或者所謂一些盲盒方面的產品 其實國內之前也有些媒體報道 就覺得不可以太沉迷 因為這個都算是一些半賭博成份 會令到人上癮 所以都是 雖然這隻雖然是一隻零售股 但是一樣有一些政策因素在背後 你說那個監管 或者一些政策什麼時候出台 會真的監管這一方面 一些盲盒方面的產品 沒有人知道 但是如果你說純粹看它的業績 就是短期的銷售 都還是厲害 所以都是的 就是你買這些股 看你敢不敢拼 如果你拼那個政策 短期裏面不出 而它的業績又維持到 我覺得 基本上它現時的股值 都還叫做合理 當然不可以說便宜 但是以它這麼高增長來講 它現時的PE 四五十倍 我覺得都不是很貴的那隻 但是你買上去就要小心一點 一個不幸 接下來真的有些監管 官媒再出聲 它一跌的時候 又可以跌得很厲害 所以這些股也是屬於一些 所謂高風險高回報的股份 是 所以如果你要買的 我自己建議就是 駐馬控制很重要 是 一定不要說重駐買下去 是 短線暫時就看上去 可能六十四、六、五元 這樣當作是一個初步目標 是 好啊 這樣